14岁跟随师傅学艺,开启雕刻生涯 如今,泉州攀山庙宇木雕,福建省级飞翼全程人郑宁聘 凭借一刀一锤,一镯一魔 将木雕记忆带到台湾300多座庙宇,并远波东南亚 5月25日,记者驱车来到郑宁聘的木雕工厂 在厂区内记者看到 工人师傅正将一块块制作好的木雕半成品打包装箱 准备发往台湾,进行安装 台湾我们做的超过300座庙 都是做的比较突出,比较典型,让他们满意的 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 这些都是做的不少,做的很多 特别是这些华人出去到这些国外的 他们还是爱好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艺术 回来他就是一直找到每家去找 从那个福州,那个莆田仙油 这个会员一直找到我们这边过来 认可了才下订单 年过六旬的郑营聘,出生在近江市东石镇潘山村 上世纪六十年代,潘山村从事木雕制作的人 达到了全村人口的八成 随着时代的变迁,潘山村的木雕产业 开始由过去家庭作坊式生产,逐渐向工厂化转变 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我们家乡做民床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寺庙跟这个古厨 这个食堂这个都蛮有重视 以前你走到那个村长里面都看见了那个人家 几个人几个人在做家庭式 现在大部分都是回归到工厂 后来我们就跟他跟他接上轨 他自己到我们这边来 还有他感觉我们做了这个事情 得到他的认可和满意 他就是慢慢的就把业务放在我们这边做 攀山木雕祭 善于雕刻庙宇、佛像、人物、花鸟鱼虫、技法精湛 作品逼真细腻 郑银聘认为 庙宇木雕不仅仅是一门民间雕刻艺术 也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 有一部分是台湾的 他的客户自己找上门来 有的是台湾的工艺师 我们也是跟他沟通的很好 他如果订到的业务 也就过来叫我们跟他配合 我们做了那么久 还有我们做的这个业务 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满意 所以我们过去都很受他们欢迎 郑银聘告知记者 他正不断推动飞夷记忆进校园 增进学生对木雕记忆的了解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同时 郑银聘还计划建立一个两岸木雕艺术园 通过实物、文字、图片和现代电子设备 宣传、展示和传承两岸妙与木雕文化 让这一股老记忆再放光芒